大家好,各位Big Boss,請問好嗎?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做生意很重要 為甚麼客人會光顧你呢? 大家好,我是Planer車志願 我是一位銷售的演講家 和一個培訓師 在亞洲現在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和地區 教很多朋友和創業家 是怎樣做生意和將業識提升的 兩個觀點 你一定要拿來得到的 第一個觀點就是 你好人很多 你看,you're so much better 你幻想一下 當我們是 現在用的 cloud service 例如一間公司,Dropbox 現在給你5GB的 storage 用開放很多 的 document 相片,不同的 video 已經擺放了一段時間 旁邊有一個 現在的cloud service 其實很受歡迎 不如我們都入市場 他怎樣想呢? 我給一個 8GB出去 因為他心想 我8GB,Dropbox 5GB 我肯定會贏 開了一排之後 為何這些人不會因為我給8GB 而移動過來 其實很簡單 這也是我們做生意的 很多朋友 他拿捏不到 你以為你的服務 或者產品 是比對手好一點 你的客戶 會因為這樣 而光顧你 是不會的 剛剛這個 案件已經證實了 你也是一個消費者 你不會因為 這個是8GB 這個是5GB 你這樣由5GB 移動過去 因為為什麼呢? 當你要由這個drive 照片 這麼多人的document 這麼多人的video 這樣move 過來這裡 很費事實事 很痛苦 你不會按悔 但你怎樣令到 你的客戶會不會move過來呢? 除非 你現在不是給他8億 你給他1T 不是8億 1T 這裡5億 這裡1T 你就說 現在我送一個有限量的 全球送500個1T的cloud service出來 兩天之內 限制 但你的quiteria就是 你一定要給你所有其他cloud service 我就送1T給你 你以為你的客戶會不會住我來? 啊 現在會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service 不是好過別人少少 你是好過他很多倍 這個就是 這個模式 這個也是所有消費者會看到你 他會因為move 因為你好過你對手很多倍 但你說不是那幫人 很難對手很多倍 OK 第二個方法 你完全不同 未見過你出現 沒見過出現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如果你告訴這個人 只要你現在 跑步 摘食 你就瘦了 那就試了 不可以 如果有個provider告訴你 你摘食再摘得厲害些 你做運動 跑步再跑久些 你就會瘦了 那客人會怎麼說 你都傻傻地 誰不知道 我也試過 但如果你給一個方案出來 很簡單 每日只是喝這包茶 放幾個粉 還有你放一匙羹的black sugar 即是黑糖淚 原來這樣做法 可以將你那個代謝 是較快20% 已經不用再做運動 已經不用再這麼辛苦摘食 你猜你會怎樣? 你會不會試? 應該會 為什麼? 因為你未試過 這個就是 怎樣令消費者會幫助你 要麼就你好它很多倍 要麼就不同 兩個選擇 好嗎? 所以記住 不要在這個中間 你打算好過你的對手少少 客人會幫助你 是否會發生 用這個想法 放在你的銷售 那你的銷售 回來的turnover 會告到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分享 還有你做生意的朋友 你想再快點 減少你的生意 而現在在一個的樽角 你看到上面的訊號 你按鈕 我和我的團隊 就會看一個案子 他們就會給你一個方案 所以不要生下你的機會 現在感谢 我們下次見 Bye 現在在KL機場那裡 今次過來 就是因為 現在我們在一個 就是誠意 我們教很多朋友 怎樣做生意 怎樣令到生意再做 可以做得大些 這就是現在我們的使命 所以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是教很多學生 怎樣令到生意 是再 再可以scale up 得來 不單止一定是 只是做這個本地 可不可以做到一個 國際性的生意 好 那我也是因為這樣 我想怎樣鼓勵 那些學員 就是當他的生意做得好些時候 當他的年收到百位數字 那我就會請他 有獎賞 什麼獎賞呢 現在 就是你在這裏了 那我就會邀請我的 做得非常有成績的學員 是跟我一起搭這架 PowerJet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想是 做一些生意 有機會跟我一起做PowerJet的 記住 做一些生意 完成 做一些生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